我是續船的U-Aldor總理主持人為 那今天為大家來介紹不同的魚龍背心 然後如何挑選以及它的辨識的方式 那一般來講 魚龍是比較好的品質要來的 把魚龍液捏緊之後再放鬆 然後看它的膨脹的速度很快更慢 那一般來講 膨脹速度比較快的 相對表示這個魚的膨脹力很慢就比較好 你輕摸魚龍 用手頭兩個手指去捏 然後去搓融 會發現到其實裡面有稀奇的梗子 那那個大概通常講的是原理 如果是畫纖的話 你怎麼捏大概就覺得很厚的話 那種梗子上面是比較好的複製 這是比較好的一種材料 魚龍衣的洗涤的部分 有時候今天要找一個很大的盆子 然後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用這個比較偏中性的肥皂筍 然後不要用洗潔劑去把它做這個搓洗 把這些外面表布 因為通常髒的部分是表布 所以要把表布這個髒的地方 輕輕用刷子 牙刷或是洗衣刷 把它刷乾淨 刷乾淨之後 起來的時候不要想要去脫水 因為脫水它整個會變形 所以用擰的方式把它擠壓 讓水 盡量能夠把它大部分的水把它擰乾 那整個完全乾燥的時候呢 就用那個拍打的方式 我錯了我方式讓水 那種很容易 拿這樣的動作 你就可以完全無心 搖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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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